溜不到就真的 專業的 好 我們又回來最新一集 《哲學有飯開》 《哲學有飯開》很棒 我們又來看看有什麼生活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東西 可不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解釋 或者讓你想的時候 沒那麼容易打擊或者被人誤導 就是通常你跟別人爭論一件事 或者你去批評或者評論一些事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說 你都不懂你說什麼 就好像足球一樣 究竟你真的要懂踢球 才可以評論那場球 但是這個說法會立刻陷入一種困難 如果我要懂那件事 我才可以批評那件事 譬如我去餐廳吃東西 它煮得很難吃的話 我都不可以批評了 又或者我不懂駕車的 然後你搶進廣傳人員 他就亂攻打 然後再評論那場 然後你都不可以 然後他叫你用 Epheson 然後他說 你懂得開門嗎 你不懂得開門就是不要批評 甚至乎我去做手術 然後他割錯了我的東西 那樣 他割低了 你懂得做手術嗎?你不會做,你不要批評 因為我們經常都會批評一些我們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不容許的話,我們很多事情都不用說 我經常都會想,那些人如果對於那樣東西不懂 他是講不到那個原因的 可能會覺得那些評論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純粹是對自己 那個評論是講我自己的感受 但有一些評論是令事情變好的 或者他真的針對那件事情 你覺得如果不懂的,可以批評嗎? 可以評論在那兩個層次嗎? 我覺得如果你情緒宣洩的,我覺得是對的 我吃完餐廳真的很難吃,我會直接說 或者會告訴別人我的感受 例如去到喝紅酒,他可能真的會喝 他可能會喝到哪一部分釀釀的時候 那一部分釀釀,那天提子不漂亮還是什麼 他就拿來釀釀釀 他可以說到很多很有意義的方向的東西 你會這樣說,很難釀釀釀 有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第一,就像剛才所說的那些 你是不是要懂得煮菜 懂得煮飲食才可以說食物很好吃嗎? 我覺得這裡我們平時說的 其實可以有兩個意思 英文我們可以說 no debt和no how no how就是那個技術 例如你踢球,我懂得know how的意思 就是我知道怎樣撇招 就是那種感覺 另外,no debt no debt的內容不是技術 而是一些,我們會說一些句子 就是我知道 油兩茶匙還有一些橙皮 那你懂得的意思就是 我能說出這些資料 例如,游泳他們會怎樣教你 先挖挖,然後吸氣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好資料的東西 有可能你有這些no debt的資料 寄了,但落到沒有know how 落到都是浸身 我不行,我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這兩種顏色是有不同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know how 就應該不用這個要求那麼高 因為很多我們會覺得評論一場球賽 你不用真的,我踢得比尾師 但是我只要對於足球比賽 有足夠的,知道什麼是足球比賽 知道什麼是評論 因為很多都是會說 教練其實很多都不懂踢球 或者差那些球星 踢球的技術 你教立方Gymes那個 打,可不可以1x1贏得立方Gymes 似乎是不行的 但他是不是就等於我自己 我小時候已經思考了很久的問題 因為我分到類型去做 全體運動組是教戰術的 就是戰術都還可以想的 但我見到那些是教他打BangonBall 網球那些 我經常想教練經過廢達 真的教他怎麼抽擊的 教奧蘇利雲的Q是怎麼拘捕的 然後心想你比奧蘇利雲厲害就不用 為什麼你在這裡教他呢 那你不喜歡打呢 我覺得這個是和另外一個有關 就是有幾個問題的關係 就是好像阿軒那樣說 就是他可能知道很多 關於技術的一些科學 或者技巧 他叫做Low Deck 就是阿軒說的 譬如那些游泳的科學家 計算是怎麼動手 其實是最有效的水的 計算數出來 但是那個計數的科學家 可以是不會游水的 如果游水他會浸死 但是他可以告訴你運動員的動作怎麼做 所以可能是Low Deck 是可以教運動員 已經夠了 就未必懂得要Low How 所以不需要懂得踢球 都可以教你 可以教你才踢球 我意思上 首先你要將那一塊東西 你要評論那塊東西 你要拆到很細 就可能有些人是 懂得足球的某一部分 可能他只懂得手籠 那可能他不會教前鋒踢球 因為那個那個他是手籠的專業 那不就會拆到很細 那件事 教的意思可能是 對於那個相應的問題 能夠給出一個比較可信的答案 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對於一些美國上的 就是好不好吃 這個相對我的客觀 就是觀眾席 有個人叫射了 那是不是應該相信呢 我聽你們剛才的說法 都未解決到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只是一個觀眾 我從來不吃球的 那我不夠那個教練厲害 那個教練你說 他可以教那個球員 都因為他有那些知識 但是我又沒有 那我是不是 就沒有資格去罵那些球員呢 是不是呢 因此你們覺得 是不是評論有分高低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是不同的評論 就是剛才那些 就是剛才說 教室女人打球的人 他有很多知識上的知識 但是他的身體技巧 是追不出好室女人的 所以他也可以教好室女人 所以他也可以教好室女人 是因為他可以說你知識 給你看教他怎麼動動的動作 所以剛才阿軒說 No debt 和No how的問題 但是呢 我覺得還有第三個問題 就是 有些觀眾 就是我們 其實平時看球 或者我們在家裡看馬田的影片 我煮完 有看第一條影片 就知道我煮完垃圾 煮完東西都被拆開了 那我可不可以跟我說 馬田有沒有搞錯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那些評論是不同形式的評論 就是譬如我舉了一個更加明顯的例子 就是譬如我見到 我小時候看球 見到米高佐敦 高比馬拉人那些 會炒粉的 有事內部那些 我真的見過 然後我就想 對 但是我想過自己是不是不對 我入不到瓶 哈哈哈哈 版都拍不到小時候 你看到他空曬 射了三分 你這樣也不進 但是我連三分都不夠力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要有第三個問題 就是我第三個評論是 可能你不足夠 不需要有那些 Low Debt 或者Low How的知識 就是有一個 對那個 就是只要稍為 有些很基本的 對那個運動 或者對那個活動 是炒飯的知識 你就可以有一個 很合理的期望 覺得那個 如果認識的人都會做些什麼 譬如我看這麼久的球 每個NBA球員都入到尊野 入尊野 入尊野 對 對 他也不入尊野 那就可以 就是真的 我不懂入尊野 也不知道入尊野 但我可以有一個 合理的期望 覺得他應得到 於是我平衡 那你可以輕鬆入尊 如果你這種說法 我是挺贊成的 就是 其實我們批評那件事情 都要有相應的知識 如果不是 都沒有資格批評 但是是不是就等於 你完全沒有任何知識 都去批評 我另一方面 都認為這樣也是不對 就是用同樣類近的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 從來沒有吃過西餐的 然後他去叫牛扒 然後切開 哇 生的 你是不是要煮飯的 這個我覺得不合理 因為他都不知道 吃牛扒的傳統是怎樣的 他不知道應該是半生熟 或者再誇張一點 就是他吃魚生 為什麼生的一塊魚 正如外國煮菜 就是華人去外國煮菜 那些外國煮菜 那些外國人見到他說 哇 你為什麼煮沙律 認真 我問他 除了覺得西蘭花要煮 所有菜都不應該煮 他看到我煮沙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他沒有這個資格評論 因為 他連基本最minimal的 knowledge 都沒有 正如說回入瓶的例子 你從來沒有看過籃球 你根本不知道 原來正常的 Ambaker都能夠入瓶 那你就沒有資格說他入瓶炒粉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一個基礎 去說一個Ambaker入瓶炒粉 是有問題 是的 那如果牽涉一些很本能的東西 那其實就應該是 所有人都有資格評論 就是 譬如 我的村子每天都這麼高 有個人特別矮 這個應該是有資格的 但可能會涉及另一些問題 就是你不知道評論人高度 是 騎士 就是每天都想說 自己是想省經驗的 很少說自己的黑歷史 我經常被人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噁心 上去Youtube就評論我 但是可能普遍都酷 所以這個也是 就是他們對香港的文化有一定的理解 就是 他們可以合理期望 一個香港人 這麼噁心 你怎麼不去酷 所以你是有問題的 就是他們的評論 是建基於某一個很薄的指釋的基礎 很辛苦 我每一次看一些評論 我都要想 其實他是不是有相關知識的評論 也是的 才知道他有沒有建設性 是不是可以用建設性來形容這個評論 是否相對沒有相關認知的去評論 其實那個評論 會不會這麼有建設性 還是什麼 我覺得普遍來說 沒有這麼有建設性 所以看看個個案 例如 你從來沒有打過籃球 有沒有看過NBA 沒有看過球 那可能是你評論 那些人 打籃球 寫得好不好 是沒有建設性的 但我覺得有些位 就是 例如 在吃西餐的例子 當然 你評論西餐 是沒有意義 是沒有資格的 因為你連西餐本身的格局 是怎樣都不知道 但他有機會 這些評論 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令到有機會 打開那些人的世界觀 就是 原來這個世界有些人 是會煮菜的 或者是會生吃魚 就是會令到 就算是主人 都會突然間 叮一叮 雖然你的comment 其實是不合理的 某些事實上來說 所以如果你要評論的時候 都要小心點自己 其實是不是 在那個範疇裡面 因為剛才是區分了幾個評論的 有些評論就是 你的唐邊學 就是這樣說 馬鈴炒飯炒錦 那些 當然不是的 看到嚴肅炒飯炒錦 那些 你可以comment 就算你不懂得炒飯 因為你合理的 其實某一個人 可能是 但是他剛才有些專業的評論 就不同了 舉個例子 你真的要教美詩踢球 你平時在樓下踢球 你教美詩怎麼出腳 怎麼插花 這樣就不合理了 那你就沒有那個 所以我們 叫做right authority 就是你沒有一個 合理的權威 去評價一些 其實是真的 都叫做權威的人 因為美詩是權威 來踢球 那這個會不會有人爭 怎樣才為之有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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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其中一件事 真的跟 去到某些位置 就是你認識不認識的相關 給我例子 如果你是完全不認識一些 譬如回煮食 一些複雜的菜式 你完全沒有煮過 不懂得煮的話 你沒有其他力去拋鑊 你完全不懂得拋鑊 我們可以說 你那些叫人亂來 就是有時候很生氣的 自己專業範疇 就是我們 馬蹄花都有這個經驗 我們專業範疇很多 那些人在外面說 你講這種話 我不懂 我心想 我心想 我覺得那些有時候 真的要你 跟他有接近水平的知識 才可以 那怎樣測量呢 通常就是 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一些技術的話 你是不是大陸的時間 都能做到那個技術 是不是MASTER的技術 如果是LODEK的知識的話 就是你是不是大陸的時間 譬如是一個力量科學家 是不是大陸的時間 都可以預測到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理論會有什麼後果 如果大陸的時間都可以 那就顯示了你是一個 合理的權威 這個權威的意思 可能就是 可以有一個理由 相信你作出的評論 是很大機會 會是真的 會對的 會中的 而不是 隨便是一個路人 你沒有什麼理由 相信他講的話會中的 就算他講的話 真的剛好撞中 即是叫射左邊 誰知道真的就好 只不過是運氣 不代表它是一個right of authority 不代表你要相信他說的話 這個壞了他 中一日都會適合兩次 這個就是壞了他 中一日 我還有一樣無聊的事情想說 如果照剛才的討論 我們經常有一句說話 現在 你不要教父親 幸放 因為你爸爸雖然是你的前輩 並且成功出來 對,成功了 就是早入行 不是比經驗多 沒有了 沒有了技巧 對,可能是 你可以反過來 老爸教你 真的可以這樣 現在 所以 反過來講 就是我經常見到很多人 還有一些技巧的東西 還有一些理論知識 就是剛才說的 例如說 科學家的理論有問題 甚至 會說我們拍攝學的內容 內容有問題 你問科學家不懂 科學就閉嘴 但很多時候 你要想想 譬如 人家科學家 如果是拿了PhD 又讀了十幾二十年 或是早幾十年的研究 很多時候 我們其實 不是有那個white authority 我們根本就沒有足夠 知識基礎 我們知道他說的東西 適合錯 那如果譬如 有個人說 我覺得地球是平的 那他又不是要開船 去到最毒 然後跌了出太空 他才可以說 地球是平 地球是球體 的機會是零 這些事情是很難 可以這樣去證實的 很難 可以開船去到最毒 所以通常都證實不到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是這樣 就是他想claim 就是說地球其實是平的 那經過我們剛才的討論就是 你說這些客觀的事情 你就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 如果他 因為他想反駁科學 他既然想反駁科學 那他就是要有一定的科學知識 才可以反駁到他 但未必會去到馬田說的那麼極端 我覺得馬田說 可能要去到 證實了 真的要開船 炒了炒了 即是臨死有被死的那一刻 所以可以說 像死被死 像死 是的 臨死按了那個message 真的跌了 我覺得不用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科學知識 或者理論知識 其實都是講證據 譬如有很多證據 例如科學家說得很誇張 最基礎就是 有些電子 質子 大家可能聽過 他的粒子 但你看不到 我看到四個人在 我看不到他的粒子 或者蛋白質 所以很多時候的科學理論 其實是有很多證據 你想拿出來 你不是 你想拿出來 你不要 我不敢 你不要 很多時候都是由 一些理論的證據 推測出來 但證據雖然我們不能夠 直接見到 譬如我們見不到 地球在哪裏 或者見不到電子 打白質 但很多時候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其他的實驗 或者observation 其實證實了 一定要有蛋白質 有電子 才會解釋到 那些observation 你起碼要知道 別人的理論 是怎樣 有什麼證據支撐著 反駁那些證據 才會成功 所以未必要去到那麼盡 要開一艘船 炒下去 但起碼你要有相關 另外一遍的證據 證明其實你的說法是對的 但有些時候 馬田區分了 有兩種comment 馬田說 我覺得是很主觀的 我覺得是很少的 我覺得 但要真的主觀 譬如那些東西 很好吃 很好吃 或者覺得 男生和女生漂亮不漂亮 那些 有些是純主觀 我喜歡的 你吹什麼 那些東西 那種comment 就是人都可以 沒有知識的 因為那個comment 好像馬田說 真的表達我的感受 如果那個感受 知道你說是就是 我是覺得他漂亮 你咬我 很多時候 我覺得這些 是可以 純主觀 不知道是否有知識基礎 但大部分的comment 都不是這個例子 我想補充 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說 例如 美國就是一些很主觀的東西 好吃不好吃 合不合口味 但是 有時候 一些美國的東西 都可以培養 含酒芝士 那些 你又會覺得 我第一次喝紅酒 這麼難喝 啤酒 每個人喝啤酒 每個人喝都很難喝 有些人會覺得 你不懂喝而已 但我覺得這些 可能是 要經過培養的 紅酒芝士 我猜有兩個位置 就是跟文化相關一點 就是有些位置 其實那些東西很好吃 可能其實都是主觀的 不過 你會有一種文化 底腕的基礎 令到 塑造了你的口味 例如踢球 萬迷 離身 但我不會踢球的 我沒有know how 我沒有skills 我只是know deck 我看了幾十年 之前萬聯踢得很悶 我覺得悶不悶 就真的可以比較主觀 我真的不喜歡他的踢法 你這樣說 我沒有問題 另外一種評論就是 你這樣贏不到球 打不贏球 這個就嚇叛一點 但悶都可以贏 對 對 但可能他常常都悶悶悶地贏了 對 更好悶悶地贏 正如我以前看 有些朋友喜歡巴塞隆拿 巴塞隆拿 以前很流行 把球傳來傳去 一定搶不到他的球 Tiki Tucker 對 Tiki Tucker 最初我看的時候 就說很有美感 這人呢 很厲害 傳來傳去 很漂亮 但我另外一些朋友就comment 他們就說 哇 這些就是踢球 一些男子氣概都沒有 人家一組就說 傳走他 完全不知道 做龍有什麼分別 不刻意突破 傳到空曬 你吹不上去之後 很輕鬆地射 很賤 完全沒有那種暴力的味道 有些人就覺得 很悶 所謂人家說 聖禁足球 我會反而覺得 聖禁足球 我會反而覺得 很沉悶 完全沒有男子味道 那 我覺得這些就是阿軒說的 就是表達者的感受 就什麼時候就可以了 這種comment 之前晚天拍了一段影片 還沒做那個BBC炒飯 我也有看的 例如這些 你說那個飯好不好吃 如果你真的做完出來試 好不好吃 我覺得這些就是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想講就講 你說哪一種才是 正確的整飯方式 就像我剛才說 你是不是真的在那個底 是那個文化 所生長出來的 就是我們習慣正式整飯的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一些背景知識 西方人是怎樣 不是西方 他在英國 但是學一些亞洲的炒飯 對 但是問題是 因為亞洲炒飯有很多種的 我們很自然 那些人一炒飯 就是講中式炒飯 甚至是 中國南部 香港的廣東式炒飯 只要不是 就覺得他搞錯了 因為有人就說 找過那些資料 其實他是印度式的做法 他們就拿了很多數據 或者拿了很多歷史出來 這樣就在那裡說 最有趣的是 在追求歷史 印度中炒飯 其實最終是中國傳過去的 真的 我研究過這件事 就是以前古人沒有飯煲的時候 他們為了不要太焦 不用看火 是加了很多水 下去煮的 所以他們是用BBC炒飯方式來煮飯 然後傳到印度 但是我們最後有飯煲之後 就不會是這麼做 但是跟著印度也還保存了 或者是中東煮飯的時候 回到一個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都要一些知識背景 因為你評論的不一定是飯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評論的是 它是否對的炒飯 是否符合某一個傳統的炒飯方法 這就多了很多知識背景 如果沒有的話 那時候你的評論就會移笑大方 搞錯了別人做的事 但是如果那件事 不是中式 如果我們跟一群中式背景的人聊 其實我們是很合理可以這樣做 沒錯 那個評論就是 在我們這四個環境裡面 就好像有點適合 要看看那個人是否想炒 我們想炒那隻 如果那個人說自己是炒 是港式炒飯 因為最後是港式炒飯 是茶餐廳那隻 是香港的炒飯 這樣就不會了 因為香港真的不敢炒 用那些炒飯會炒不到香港的味道 但是別人其實他說是亞洲式而已 他們都說 所以其實我們就未必這麼有權威 他說他炒錯了 我覺得 就好像去到日本吃的中華料理 你叫做中華料理是中國的食物 就是吃米的食物 然後罵他 其實中華料理是已經自成一類的 日本最流行的 就是西餐就給了和風羊吃 只要先吃了 你知道味道的分別在哪裡 最好像馬田一樣都煮出來 試過是不是 試一下有沒有吃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在我的背景之下 我覺得那隻飯不好吃 可能印度人覺得很好吃 也不奇怪 一般是搶搶地的那隻飯 他可能覺得那個口感比較多 粗糙 正如吃Risorto 或者吃西法牙烤炒飯 是要煮到那些飯不熟的 那中國人或華人就會覺得 你不會煮 對呀 老人家旅行都會覺得 你不會煮飯 不熟的 但其實人家煮到中間就是這樣 潮足足 那應該就差不多了 大家可能 在平時爭論事 評論事的時候 會多些想 究竟同一句評論 你究竟提供了什麼資訊 或者別人說的那些 其實可能 他的背後的原因 和你思考的背後的原因不同 我可能真的想評論到 被美詩聽到 他真的捨得衰的 但有些人就純粹 搞錯啊 搞到我輸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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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 大家可能評論的方向 有一點點不同 那就可以在一個 評論同一個基礎之下 你們就可以爭辯到 如果評論不同的東西 其實兩樣東西 是不能繼續爭辯的 是的 沒錯 搞清楚自己在評論什麼 太好了 那希望大家 又得到一些 思考上的 什麼 應該叫什麼 如果有的話就是得獎 沒有 沒有的話就是思考上面的朋友 他成功 可以得到娛樂 就是這樣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記得like Facebook 他們的Facebook 我可以得到Youtube 他們的Youtube 就是這樣 我們下集再見 好 拜拜 今天我們是說什麼 究竟評論波 真的 足球啊 男球啊